下一個叫做 安 安無色有毒有臭味有味道 比空氣清極易溶於水 極易溶於水 所以前面講過他也可以做什麼實驗 噴泉實驗 一樣他不可以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他比空氣清所以是用向下排氣法來收集 向下排氣法來收集 因為他沒有鹼性 就跟冰醋酸 沒有酸性一樣 純純的酸純純的鹼是沒有 酸性或者是鹼性的 因為他沒有解離出氫離子跟 氫氧根 氫氧根 那麼安溶於水叫做安水 他是弱鹼性的 俗名叫做他會形成 叫做這邊放在石油寫給他會形成 氫氧化氨所以會解離出氫氧根 所以成鹼性 俗稱叫做阿摩尼亞 有人就叫他方香氨水 化學上的方香指的是有味道的意思 不代表他真的是香味 他其實是臭味 他其實是臭味 可是他仍然叫做方香氨水 方香氨水它是有味道的 OK 好 安溶於水叫做氨水 弱鹼性 因為他會形成叫氫氧化氨 俗稱叫做阿摩尼亞 阿摩尼亞 方程式看鹽 知道他會採取出氫氧根就可以了 那麼 這我們前面講過了 氨跟氯化氫可以互相檢驗 因為他會形成什麼顏色什麼東西啊 他會形成什麼 這我們前面教過的 你還記得嗎 我們前面有跟你講過 氯化氫跟氨碰在一起 會產生什麼顏色什麼蛙鉤 No.12 你還記得嗎 白色什麼東西記得嗎 很好 白色的氯化氨固體 白色 氯化氨 兩兩個互相檢驗的反應 檢驗氯化氫用氨 檢驗氨用氯化氫 看他會不會有白煙生成有 就是對了 白色的氯化氨固體 我講過這在以前非常重要 但現在不太重要 現在不太重要 我的意思說考試比較不會考 還是比較不會考 好工業上的治安法 所以說哈伯法治安 這裡的重點是他用鐵粉當催化劑 在高溫高壓之下 高溫200度C 高壓400大C壓 這個比較沒有關係 重點是他用誰當催化劑 鐵粉 我們國中有交催化劑的反應不多 我們前面教過一個誰啊 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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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麼反應當催化劑啊 雙氧水分解 好 雙氧水分解的催化劑叫做二氧化硫 這裡的哈伯法治安叫做鐵粉 未來還會再學兩個還是三個反應 也有催化劑 你要背 他拿誰當作催化劑的 OK 哈伯法治安 直接拿 他 氫氣跟氮氣合成 合成 然後呢 試做安水 濃度大概是28% 然後呢 稀釋之後呢 做洽用清潔劑 洽用清潔劑 洽洽玻璃啊 什麼之類的 還有殺菌消腫的作用 殺菌消腫的作用 就是你那個被釘到啊 有酸啊 拿那個鹼去塗一塗 然後讓它酸鹼中和弄掉 然後急救池的興奮就是所謂的芳香氨水啦 這就是把你湊醒的意思啊 那你聞一聞刺激一下你就醒過來了 OK 然後呢 氨跟硫酸會產生硫酸氨會做成 或者是跟它做尿素 這兩個都是肥料 這兩個都是肥料 氨蛋肥 有個N 蛋肥 蛋肥 OK做肥料用 OK 好做塑膠 做塑膠 做塑膠 我們都知道就可以了 我們會不會沒有特別教他 好 於是乎 請問 實驗整理甲乙丁 標籤脫落 得到結果 甲乙會使得 藍色變色 餅丁呢 會使紅色變色 你就知道誰是酸性 誰是鹼性 甲乙體照光有紅色色 你學過誰啊 誰會使黑 方糖變黑色啊 你學過什麼啊 餅是無色 但是有臭味 丁呢 通二氧化碳會變混濁 誰通二氧化碳會變混濁啊 於是乎 請問你 甲乙丁是誰啊 甲乙丁是誰 各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 用顏色 你知道誰是酸性 誰是鹼性 你學過什麼東西 加方糖會使糖變黑呢 為什麼會變黑呢 好 誰會有分解產生紅棕色呢 你學過誰有分解成紅棕色呢 然後呢 誰通路成青水 會有白色混濁呢 好 所以答案應該是A B C 出哪一個呢 哪一個呢 OK 請問答案呢 答案呢 答案呢 八二號 六 B 豬 B啊 豬啊 B A 你選A 請坐 相信我是豬 我不相信我的答案 你都不對了 說好笑 甲乙變紅是酸性 丙丁 丙丁呢變藍是鹼性 硝酸照光會產生二氧化氮 所以呢 是甲就是硝酸 農流酸脫水會使方糖變黑 所以乙就是農流酸 鰻水是無色有臭味 是餅 二氧化碳通路成青水會水會白色混濁 碳酸蓋沉澱是丁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C OK嗎 好 沒有 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